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如標題,在這裡有沒有標題所述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讓英文進入到我的生活當中的 大家都說學語言跟生活環境息息相關 我自己是一百分的認同 因為我自己有在外面念書過 所以我知道當你被丟到一個全英文的環境之後 你的口語啊,你的智慧量都會很自然的提升 但是像我回到台灣之後 其實平時沒有什麼機會用英文 那很明顯就是你的口說能力 然後你的閱讀能力什麼都會很明顯的下降 但是呢,在我們沒有那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辦呢? 今天就是要分享給大家五個 我是怎麼讓英文就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裡面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看美劇 或是英文的YouTube影片 我的話最簡單就是把英文的影片 不管是美劇還是YouTube 然後就把它當成背景音這樣放 那通常我會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可能通勤 或者是早上在get ready在化妝的時候 就是你這都不用放太多的注意力 你可能就是剛起床有沒有 腦筋還是就是混沌一片這樣 但是那個背景音的用意呢 就是要讓我們的語感能夠更增加 例如說你可能平常 總是聽一個劇型好了 那你可能聽一聽 你沒有意識到你有聽進去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 你可能用的時候就覺得 啊,這個好熟悉喔,我有聽過 那我覺得那個語感是自然而然會養成的 換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小時候其實背九九層發表 也是一個反射性的感覺 沒有人跟你講說六七為什麼會是四十二 其實就是我們念九了 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六七 你就會自己聯想到四十二 我覺得那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自己最近有在看那些Netflix的秀 就像是Riverdale 13 Reasons Why 然後還有一個很推薦的是Girl Boss 還有很多人推薦的Black Mirror 除了Netflix之外 我也會看很多YouTube的影片 像是Jong Day或是Gen M 或是像我之前提過的Emma Chamberlain 我都覺得很適合 另外還有一個我最近重新愛上的頻道 叫做Cat Creature 他的Vlog都是走那種步調比較慢 但是很療癒 會讓人家很放鬆那種 另外我也蠻建議大家可以去聽一些 中文跟英文會合併在一起的頻道 那在台灣的話其實有幾個 我就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是喜歡音樂的話 你可以去聽I see Charlie 他通常是做一些西洋歌曲的解析 還有就是一些歌曲背後的故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另外還有一個是JR Lee Radio 那他通常是做一些比較勵志 然後很正面的影片 他做很多的內容裡面會有一些名言家具 或是一些Quotes 加上他的字幕很長時候 會有中文跟英文是合併在一起 所以就更容易大家可以就是 跟得上他在講什麼 但同時也可以聽到英文的內容 那最後呢 當然不用贅述 就是如果要學英文的話 當然就去鎖定阿滴英文囉 教育性的內容 其實相較來說 真的是吃力不太好 但是他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在做英文相關的YouTube內容 就是一直推陳初心 我覺得真的很棒 再來第二點呢 就是聽英文歌 通常我聽英文歌的時間 就是可能通勤 還有我上班的時候 先解釋一下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 就如果我在一個很安靜的狀況下面 工作的話 我很容易會就是 就是失焦 然後我一定要有一些 就是比較有beats的東西 在我耳邊這樣子 好 第一題了 我自己平常都是用Spotify這個平台 然後我們大概每一到兩個月 就會有自己的一個playlist 平常呢 我也會去看一些YouTube頻道 然後有一些像是會做 每月的歌單阿 或者是什麼 drive with me那種 然後聽到喜歡的樂 我也會就是在Spotify上面搜一下 然後放進去 這些平台裡面 就會有一些像懶人爆的東西 就例如說像 什麼西洋排行榜阿 最近的發燒歌曲什麼的 那除了是可以讓你知道 現在的流行歌曲是什麼之外 因為你如果比較懶惰 你也可以不用再自己去建立自己的歌單 OK好 我來去上班了 掰掰 另外我有時候也會聽那個 YouTube或是Spotify上面的podcast 比較像是一個錄製好的廣播節目 那它的全程都會是用英文來說這樣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的英文是有一點點基礎的話 其實就是也把它當成是練語感也好 或者是 選一些可能相較來說 比較容易的topic 就比較容易跟得上 基本上podcast就像是 你在聽一個朋友一直跟你講話的感覺 所以 我覺得 大家可以把它當成像有聲書一樣聽 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把熟悉的介面都換成英文 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的閱讀能力其實相較於其他就是差很多 所以其實我好像剛去美國的時候 我就逼自己把我所有的介面都換成英文 就想說其實大家每天在用電腦在用手機 其實你某種程度來說 應該已經知道各個的功能啊 或是functions什麼會在哪裡 那你把它換成英文的時候 一方面是你可以靠著你的記憶去找到你要的功能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你可以記說 每個功能它的英文名字是什麼 久而久之它就會變成一種習慣 所以我現在像是我的電腦 我的iPad跟我的手機 全部都是英文介面 再來第四個呢 就是找人說英文 在台灣的話 其實平常真的是不太有什麼機會可以說英文啦 除非就是跟Ean在通話的時候 會是我講英文 然後他講中文 就是我們互相在練習這樣 如果你還在學的話 我蠻建議大家可以去找一些 像是有喬聲啊 或是交換學生的program 自己去抓那種有機會可以講英文的環境 然後如果講不好 你也不要就是覺得不好意思 或是很丟臉 因為英文就不是我們的第一語言 所以真的不需要覺得怎麼樣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來練習嘛 對不對 不過呢 另外要提醒的是 就是稍微拿捏一下那個尺度 就是可能不要讓人家覺得你莫名其妙這樣 最後一個呢 就是找到屬於適合你的輔助工具 市面上現在應該有很多像是書 或是app 就比較像是英文學習的輔助工具 但是對我來說 我因為自己沒有特別在使用這些 所以我沒有辦法現在 跟你們說 哪一個app是好的 哪一個覺得很有用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要花時間 每個人就找到自己屬於自己的學習方式 每個人學習的幅度跟狀態 其實真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 輔助工具的話 真的就是見仁見智 就是大家自己去摸索一下 不過呢 如果有找到的話 你的英文應該真的會突飛猛進吧 以上呢 就是5點今天要給大家 如何創造自己的英文環境的小撇步 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學語言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 你的心態 就是你今天不是被人家逼著說要學英文 所以你才來學 如果今天是因為你今天真的想要學的話 你的心態上面如果有調整好 就是學習的動力啊 跟幅度都會大很多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方法的話 也歡迎留言在下面跟大家分享 那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 big old thumbs up 然後呢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同時也可以去追蹤我的instagram在這裡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програм字幕志愿 Lib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